資訊人數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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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Mr.O.R.Z. 上個月剛從成功名出來 現在在附陣事務所努力的長頭髮 昨天要做的是 確認給派做的政治承諾追蹤網 所謂的Political Promise Tracker 它其實就是一種工具 用來追蹤執政者的政治承諾的兌現情況 例如說科批進度條 或者是澳洲ABC News 為執政者大選的承諾所做的一個追蹤 通常像這樣子的Political Problems Tracker 無論是公民自發的也好 或者是媒體整理的也好 通常都會有一個小編來負責收集資料以及更新進度 這個專案我們想要做的東西就是 希望可以做一個協作型的進度條 首先執政承諾追蹤網 他會列出執政者所發過的一些承諾 這邊我們的執政者是以地方政府為例子 每一個承諾都會有一個獨立的頁面 顯示說這個承諾是什麼時候誰講的 然後就是你的承諾這樣子 並且我們也會自上著正的連結 每一個人都可以對一個承諾去主觀的評定進度 在評定一個進度的時候 使用者可以從沒有做還在做 跟已完成這三個選項裡面選一個 那這個網站他會收集大家的投票 用簡單的多數決來決定這個承諾它的進度 當這個政治承諾有什麼新的進展的時候呢 大家也可以對一個新的承諾 對一個承諾來新增新的進度 那只要把相關的新聞URL貼上來 然後再寫一下 就是稍微填一下名字 就是敘述之後 大家可以對最新的進展來評完成度 那除了政府的一些 所有進度一覽表之外 我們也希望可以按照任期來做檢視 這樣我們可以看到說某某人 就是哪一個執政者的任內 他新開出了哪一些支票 然後又有哪一些前人留下來的承諾 被完成或是更新了 換句話說政治承諾的網 其實就是讓大家來當小編 是一個施政進度的問題 讓未來大家要投票 大家都可以回來翻閱 那現在的狀況是這樣子的 就是網站上面的資料分成兩類 一類是承諾 另外一類是使用者主觀的評分 那我們現在在整理的是 左邊的這些證監承諾資料 畢竟完全空白的空底 是不會有人想要看 想要評分也沒有評分 我們先分析在六都上面的實證報告 它的實證報告大概長得像這樣子 裡面有一大堆的字 那我們現在要把這些對堆字呢 裡面爬輸出所謂的具體承諾 然後開了一個Google spreadsheet 來放這些東西 只是現在狀況是這樣子的 我們現在一頁通常都會 找出一個三四個具體承諾 可是一份是那麼多有八十頁 每個會席都會有一本 每個地方政府都有這樣的資訊 所以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就是 第一個是承諾會不會太細 然後大家會不想看 再來就是有沒有聰明的做法 因為這資料實在太多了 來收集這些資訊 或者是你可能覺得 我們很傻的爬爬天真 然後有一股衝鬥想來 來幫我們 那如果你對上面有任何想法的話 歡迎等等來找我 或者直接帶來RC上面出移聲就可以了 謝謝大家 謝謝